男子鬼鬼祟祟拖着塑胶带来到旅馆门口 来回张望发现四下无人 竟蹲下点燃杂物后快步离去 直接现场瞬间火光四射冒出阵阵黑烟 当下就发现就有处理 就是火一起来马上就被扑灭了 这个如果没发现是很严重 因为有烟嘛 我们警报求想 客人都是有疏散下来 事发就在台北市中校西路这处情侣外 地面上还留下焦黑痕迹 嫌犯暗夜纵火 所见旅馆员工几时发现异状咸形灭火 但没多久一旁北街M7出口也传出火警 仔细看当时嫌犯在捷运出口外 解释杂物随后再度纵火 在远景查看的同时 情侣中心连续在3点30分到5点的这时间 接获通报另外有四处地点发生火警 警方调查才发现都是同一名嫌犯所为 他从16号凌晨3点开始 嫌在凯撒饭店外纵火 紧接着走到青年旅馆门口 和北街M7出口燃烧杂物 接着又到中山北路变店向汉民宅外放火 一整晚连续5度纵火 让警校疲于本名 局务定所的张姓嫌犯 最后被警方在朝上内逮捕 他变成因没工作心情不好 放火泄愤 但在饭店旅馆外纵火 如果延烧恐会酿成重大死伤意外 嫌犯离谱行进被移送地检署后 也遭裁定挤押得负起法律责任 就扬声张妹子猜不懂